有声小说连载我怎么当上了皇帝第七十一到八十章 第七十一章我要超神 这小子死定了 望着三寒刀光笼罩下 仿佛被吓傻一般 一动不动的路前 马车上浓眉男子嘴角露出一丝宁笑 他的八个手下个个都是二十多鞘 力达两万五千斤 手上的长刀锋利无比 纵使是神火堂的精致百灵窥 照样挡不住 他似乎已经看到路前被乱刀砍死的血腥场面 在这一瞬间 路前偏了偏头 下一个长刀砍来 劈斩在路前的右脖梗 左脖梗 眉心 喉咙 左腰 右腰 左腿 右腿上火花四剑 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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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 八升桥钟般的剧名 几乎在一瞬间响起 强大的反真力 从刀刃上反弹回去 震得围攻八人虎口发麻 险信拿不住长刀 什么 八个大忧神邻军脸上凶狠猙獰的笑容 顿时凝固 僵持 不敢置信的望着眼前的一幕 路前被八刀砍在要害处 居然毫发无伤 金刚不坏体 这小子竟然练成了金刚不坏的外公 与此同时 马车上浓眉男子瞳孔瞪大 失声惊叫 难怪这路前胆敢一个人来拦他们 原来是修炼出刀枪不入的金刚不坏体 哼 金刚不坏哪又如何 运气刚气 照样砍死他 浓眉男子冷哼一声 一声令响 就在这时 路前猛的抬起无情双眸 冷魔吐出一句话 刀 不是你们这样用的 你们不配拿刀 华洛 他左手一抬 抓住砍在左边脖梗上的长刀刀背 右手竖作手刀 猛的一劈 咔嚓一下 这锋利长刀就被他从中间劈成两截 在拿刀之人还没反应过来的瞬间 路前左手拿着断掉的刀刃 反手一刀斜斜劈出 刀光如雷电 刷的一下 就在这人瞳孔中无限放大 然后一刀砍到他的脖子上 直插进去 扑刺 血液从这人脖梗中击射 喷起三米鱼膏 整个人瞳孔瞪到极大 抽出了两下 就软软倒地 滴滴血 不好 快运转钢气 将这小子劈死 目睹这一幕 其余七人脸色大变 奇迹爆发血气 如同七座火炉轰然燃烧 身上冒起耀眼光芒 随后 长刀往回一收 一聊而上 以开天辟地之势 狠狠劈斩下来 这是大忧神灵君的 脱刀劈斩之术 很是凶悍 是一种同归于尽 舍弃所有防御的惨烈杀招 刀刃之上 光滑流转 显然是加持了七人雄魂的钢气 若是被劈中 恐怕连一个坚硬无比的魂元大铁球 都要被劈成千段万段 花里胡哨面对着玉石剧粉的杀招 路前面无表情地吐出四个字 画起 脚下轰然一阵 身上金光闪烁 整个人窜射出去 快如闪电穿云 居然在肩部龙发躲过了七道道光 纵的金光 第六层 惊电穿云 恐怖震耳的音爆声 这时候才在路前站着的炸起 震耳欲聋 更是掀起剧烈狂风 直吹得围攻七人睁不开眼睛 不好 这一下 让围攻七人心头惊骇 就要运起钢气防守 但就在这时 路前反身一跃而来 如猛虎扑石 出现在一个大汉身旁 大掌拍出 根根手指粗如萝卜 摁在了这人的后脑勺 下一刻 路前抓着这人脑袋 狠狠往地上一灌 碰 西瓜爆炸 红白之物乱飞 关到石板被震裂 出现一个小坑 那人的脑袋直接被摁进坑里 只剩下一片后脑袋骨 还没等旁边的人反应过来 路前一步踏来 以尊白玉俱全如炮弹般打出 轰击在他的头颅上 碰 头颅轰爆 只剩下一具无头尸身 喷射三米余高的血液 双杀 但路前的身形依旧没有停下 一脚震裂大地 身体一冲 宛容满牛冲撞一般 撞击在不远处的大汉身上 这人直接被撞得当场飞骑 在半空中狂吐十几斤血 就如同被奔驰如垫的高铁 迎面壮壮一般 显然已经五脏破裂 死得不能再死 三杀 打杀 特杀 紧接着路前在众人惊骇的目光之中 如双鹰斩翅 飞扑到五步外的神林军大汉面前 五爪如钩 猛地一下抓在这人后路 咔嚓一扭 这人脖子就被扭折成九十度 当场弃绝而亡 瞬间完成四杀 主宰比赛 寂静 死一般的寂静 剩下的四个神林军士兵 还有马车上的浓眉大汉 望着眼前的一幕 皆是目露惊骇之色 双眸瞪大 这怎么可能 四个二十多鞘 九经沙伐的神林军将士 居然就被路前 这一个八鞘的小子给弄死了 还是砍瓜切菜一般 没有半点反抗之力 不由的 他们望着如同杀神般的路前 眸中生出一丝恐惧 不对 这小子力量至雄魂 凶猛强悍 堪比龙象 起码是五万斤 甚至是六万斤的力气 这小子绝对还修炼了 增长肉身力气的神功 浓眉大汉惊鹤一声 醒悟过来 难怪他的手下毫无抵挡之力 就这么轻松的被弄死了 你还算有点眼光 听到这句话 路前冷漠无情的轻哼一声 随手一扔 就将手上的尸体丢出去 如同丢掉一件抹布一般 浓眉大汉剑子 脸色无比阴沉难看 冷声吩咐道 神邻君听令 服下爆血弹 运转钢气 跟他拼钢气消耗 这小子才十八岁 纵使修炼刀枪不入 神力无穷的功法 钢气绝对很少 等他钢气枯竭 杀了他 为兄弟们报仇 是 剩下四个神邻君怒吼一声 从腰囊掏出一颗 大如荔枝的黑色丹药 一口吞下 顿时 四人体内发出 哗啦啦江水激荡的声音 血气剧烈晕转 阳刚支气逼人 宛若一座座小火山 瞬间融化四周白血 这黑色丹药是用来爆发血气的 药效过后有很大的副作用 但能让人血气充足绵长 持续战斗 是军中常备丹药之一 驾 就在这时 一声怒吼响起 那浓眉男子一甩马鞭 居然拉着马车逃跑了 路前今日之仇 来日定报 你就等着我大优飞天境高手 来终结你的性命吧 路前刚想追 那个凶神恶煞的神林军将士 就拦在他身前 车里到底装了什么 路前冷冷问道 哼 傻 四人没有回答 急起冷哼一声 冲杀过来 身上血光钢气 闪耀胶致 很是赤亮妖眼 想跟我拼钢气 好啊 我成全你们 看着冲杀过来的四人 路前目中浮起冰冷沙翼 一双拳头上 死死白金光芒营绕流转 这时 一个人冲到面前 长刀之上刀芒流转 狠狠劈斩下来 在钢气的加持下 刀芒锋利 削铁如泥 几乎在同一时间 另外三把大刀 迅入闪电 同时砍来 封锁住路前退避的 所有空间 电光火石之间 路前出手了 他垂在双腰两侧的拳头 猛的弹射而出 宛如毒蛇出动 瞬间打出四道拳影 轰击在砍来的长刀上 拳影之迅猛 宛若星河滚滚 长江滔滔 大气磅礴 无可疲挡 星河破纲拳 只听得当当当当四声巨响 长刀之上剧烈一颤 刀芒瞬间崩散 被击溃四箭 神林军四人 只觉得一股澎湃无量 宛如大海巨浪的 钢气冲入刀身 排山倒海 将他们加持在 刀身上的钢气 全部冲掉 随后六万斤的力量 反振回来 直振的他们 虎头一通 不可能 我们加持十五个学窍的 钢气 怎么可能被破了 这小子钢气 怎的如此雄浑 好厉害 好凶猛的拳法 这是赵玄机的 星河破纲拳 快躲 四人心头 翻江倒海的震撼 神色无比震惊 如见鬼魅一般 就要闪躲开去 想走 迟了 路前冷笑一声 脚出如电 啪啪啪啪 死生之后 四个神林军将士 面容扭曲 情不自禁的张嘴 发出一声凄厉尖叫 手上的刀 再也拿不住了 吊在地上 他们的一只脚 五根脚趾 在这一瞬间 被路前大力一踩 直接踩扁 连通靴子 被踩成一张纸片斑包 闲艳的血水 直接渗透出来 下一刻 就在他们 十声惨叫的同时 路前拳出如龙 扑扑扑扑打出四拳 闪电般 再打在四人胸口 然后 人就到飞出去 两百余米 落地之时 已然生机断绝 五杀暴走 六杀无人能挡 七杀妖怪般的杀戮 八杀接近神的杀戮 没有半点迟疑 路前轰的一下 身形如电冲出 直追前方狂奔的马车 今天 谁也别想阻止他超神 第七十二章说 打死你就打死你 哄 音爆诈鸣 一道金色闪电 撕出一条长长气浪 从如卷帘大雪中射出 几个起落闪射 横略树立 追上马车 你逃不掉的 金电一指 路前身形浮现 停在马车百米之前 神色冷酷道 哼 我本来就没想逃 马车上 浓眉大汗冷哼一声 目露凶狠寒光 小子 你杀人 追来 体内的钢气 应该已经消耗的 差不多了吧 说吧 他一跃下马 捏了捏拳头手指 响起清脆的古爆声 浑身冒起 丝丝黑色微光 原来你是这个打算 用手下的命 来消耗我的钢气 一夜代劳 不错 我的钢气直胜三成 不过等下照样打死你 路前瞇了迷眼 掏出一颗褐色胆药服下 哈哈哈哈 你一个只开了八窍的垃圾废物 居然想要打死我这三十五窍的高手 你还没睡醒吗 浓眉大汗狂笑一声 仿佛听到了天大的笑话 花落 血迹爆发 人如黑龙咆哮而出 一步抢到路前身前 巨大的拳头 在黑光果池之下 迅如爆雷 一下子轰打在路前胸膛 当一声红钟去响 路前只觉得星辰般的距离轰拍而来 整个人被击飞出去 双腿在关到青石板上 离出两条三十张的长痕 才堪堪止住身形 低头一看 胸前精致百灵盔 被打出一个拳头凹印 风一吹来 林甲翩翩掉落 居然是被一拳打坏了 你这是什么拳法 路前双目微眯 运转气血 疼痛立刻消失 大忧 村镜崩颠圈 浓眉大汉 面露一丝惊讶之色 你修炼的究竟是什么外功 居然连我地阶中品的拳法都能捣住 只受了轻伤 他可是三十五翘的高手 钢气之雄魂 加持在拳头之上 一拳可崩碎一丈后的城墙 居然还不能中创这小子 想到这浓眉大汉目露争名杀矣 呵 小子 刚才那一拳 我只加持了五翘钢气 现在这一拳 我要加持十翘钢气 记住了 杀你的人是大忧神邻居校尉 张天达伴随着一声爆鹤 人如游龙 微如猛虎 一下子窜射到路前身前 拳头之上 闪耀着刺目黑光 直轰胸膛正中 这一拳 至少加持了十五翘的钢气 面对如此凶猛攻击 路前神色一冷 居然不闪不闭 全身白光闪烁 同样是一拳轰击出去 直打胸膛而去 拳头直上 白光赤亮 找死 居然敢跟我对拳 就你一个修炼了刀枪不入的护体神功吗 看我一拳把你心窝都打穿 看到路前如此应对 龙眉大汉心中冷横 目中闪过狠立之色 当当 两声红中大鸣炸起 二人拳头轰出 几乎在同一时间击中了对方的胸膛 双方都在一瞬间感觉到一股恐怖力量 绷穿护体钢气 轰入体内 哈哈哈哈 二人站立出 裂痕暴响 坚硬无比的轻石板炸 维系如沙利的实现 黄蜂在二人周身卷起 吹开漫天大雪 在飓风之中 路前二人目露狠立凶光 都没有退 一冲出去 拳头轰出如炮 砸向对方胸膛 当当当当当当 只听着一连串的红中暴鸣 二人完全放弃防守 你一拳为一拳猛拳护轰 拳拳倒肉 是要将对方打死为止 场面无比的凶残暴力 短短十个呼吸之间 二人对轰上前拳 钢气同时酷节耗尽 但二人依然没有停下 打出上百拳影 迅猛如风 如同打桩一样击打在对方胸膛 打得越久 浓眉大汗 脸色越是难看 他的五脏六腑 已经被六万斤距离震伤 呼吸之间都透着血腥气 但反观对面的路前 面冷如冰 双眸赤亮 仿若没事人一般 更加诡异的是 他感觉到自己打出去的拳头 一接触到路前的身体 就立刻被吸掉了一层力量 并且那股力量居然随着路前打来的拳头 爆发在他的身上 这是什么诡异功法 浓眉大汉心惊不已 我身怀地阶拳法 地阶内功 地阶外功 怎么可能还打不过你一个矛头小子 给我死 突然之间 他怒吼一声 收回去的拳头之上 猛的亮起黑色钢气光芒 狠狠轰射而出 打向路前的眉心 这一拳气势惊人 有一种把天空都打穿 打爆的一镜 空气都被这一拳给压缩开去 形成一个让人窒息的短暂真空 地阶中品拳法 寸进崩天 面对这一拳 路前深呼一口气 整个猛的肃然一里 眉心处白金光芒闪烁起来 隐隐之间 一只白蝉在眉心浮现出来 天阶神功 久缠不灭金身镜 在这一瞬间 二人都激发刚刚恢复的所有钢气 使出了自己最强的武功 四层的寸镜崩天 对一层的九缠不灭金身镜 荡 拳头打在眉心处 轰然爆发出震天动地的红中大明 传震九霄 肉眼可见的空间波纹 从眉心处荡漾出来 向四周飞速扩散 瞬间 方圆百米 鹅毛大雪被震成了看不见的雪水 路前身形猛地一顿 双腿直接陷入青石板之中 两脚站立处恐怖的裂痕 拳头般宽大 如同珠网一般 瞬间蔓延到数百米外 怎么可能 这时浓眉大汉望着头颅完好的路前 难以置信的石声惊叫 眸中满是震撼之色 路前居然毫发无伤 皮都没有破 他这一拳开山裂石 崩爆成墙 七万斤力气重击的崩天之拳 竟然连根汗毛都没有打下来 这简直颠覆了他的常理认知 下一刻他似乎想到了什么 瞳孔猛地瞪到极大 倒吸一口凉气 你这外公 是天阶神功 是了 只有天阶神功 才能挡住他的地阶崩天拳 你知道的太多了 路前冷冷吐出一句话 猛地一伸手 抓住敌在眉心的拳头 污爪如钩 狠狠一抓 咔嚓几声 拳头只骨根根被距离抓断 剧痛让震惊之中的浓眉大汗 清醒过来 一声惨叫 左手往后腰一投 一把闪着幽蓝光芒的独笔 徒字如电 直扎路前眼睛 他也是个狠人 居然能在剧痛之下反击 然而根本没用 路前头一片 任由独笔砸在太阳穴 盯得一声清脆如金玉相撞 见血封喉的独笔 只在太阳穴上留下一个白点 看到这一幕 浓眉大汗终于确认 路前修炼的是天机功法 就在这时 路前左手一抖 浓眉大汗的手臂响起钢铁崩断的声音 下一刻 他整个人如同被吊起的大鱼 被甩起半空 失去了平衡 不等他调整身体 路前从碎裂的石板中拔腿 一步踏出 拳头如同穿云破褶的巨剑 一下子轰打在大汗的喉咙处 扑 一声闷响 浓眉大汗喉咙软骨碎裂成肌粉 连同后颈的脊椎也被一拳打断 当场弃绝 死不瞑目 整个软绵绵的 如同一条死鱼 被路前提在手上 说打死你就打死你 你偏偏还不信 看着手上的尸体 路前面露不屑 随手一丢出去 就杀 超神 在九天之上 一个蓝袍妇人目睹这一幕 美眸瞪大 无比震惊地望着地面上的银甲少年 心头是翻江倒海般的惊骇 蓝衣到底发生了什么 路前的家伙没事吧 沈子双被他提在手上 有些着急担忧问道 在这万尺高空 四周大雪纷飞 他又不是飞天镜高手 不能目视千里 自然看不到地面上发生的一切 但蓝鸡仙子看得清清楚楚 他抿了抿嘴唇 稍稍平复心头震步 神色无比复杂到 路前没事 那他有没有被打成猪头 这几天被他呼来喝去 连休息都没有休息好 简直不把我当人看 而是当成牲口来用 要不是打不过他 我早就想揍他几拳出去了 沈子双心里松了一口气 双眸一亮 挥舞了一下拳头 他应该受了一点轻伤 蓝鸡仙子听了 浅浅一笑 但他心中却在暗叹 可怜的子双 恐怕你这辈子 都不可能打得过他 出这一口恶气了 沈子双顿时面露喜色 那我们下去吧 我要看看那家伙狼狈模样 好 蓝鸡仙子轻轻点头 整个人迅如流星 直坠打地 得七十三张 又领一张好人卡 看着二人的出现 路前眉头一抬 张口挖的一下 喷出一口无黑于血 沈子双本来是面露性 在乐祸之色 但一看到这个情形 神色一变惊呼一声 脚尖轻点便飘了过来 路大人 你不要紧吧 我这里有一颗疗伤丹药 三仙草丹 是极品疗伤丹药 我没事 只是吐了一口淤血而已 你来得正好 清理尸体吧 路前微微一摆手 打断道 哼 鲁八皮 沈子双一听 冷哼一声 但四下一看战斗的痕迹 心头不由的一礼 这荒轰乱炸过的关道 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开了八窍的钢器镜弄出来的 反而像是四五十窍的钢器镜高手生死搏杀过一般 就在此时 路前一跃而出 落到那马车之上 掀开马车车帘一看 映入眼帘的 是三双满是恐惧 害怕的乌溜溜大眼睛 三个五六岁的幼童 缩成一拳 躲在马车逼着的铁笼里 面带泪痕 弱小 可怜 无助 被拐卖的小孩 路前双目一眯 目光扫过三人衣着 这两男一女 三个小孩 一个是绫罗绸缎 一个是粗糙麻布 还有一个衣着甚是华美精致 绝对是出自富贵之家 路大人 你修炼的是哪一门神功 这时拦机仙子飘来 传音入密 大罗四 久缠不灭金身尽 路前头也不回 淡淡达到 反正都已经被看到 瞒不了了 那也无需隐瞒 再说 他是故意显露神功 震慑一下这位飞天警高手 久缠不灭金身尽 八百年前大罗四的镇四绝学 不是已经被大忧黄卓德去了吗 拦机仙子闻言一阵 美眸微微争霸 路前没有回答 弯身钻进车厢 双手一掰 就将铁笼的龙门生生掰碎 出来吧 他皱眉吐出三个字 闻声 三个孩童微微颤抖了一下 别怕 这个人穿着的盔甲我认识 是镇俯寺的补偷 我们得救了 这时 那个身穿华美衣上的胖嘟嘟女童 产生到了一句 说完 他拉着另外两个男童 钻出了铁笼 情不自禁的 他们三个往路前身边靠了靠 这天地风雪太大 温度太低 但在血气阳刚雄浑的路前身旁 温远如春 我是沙水县镇府四银牌捕头 路前 你们是被拐卖抓来的吗 叫什么名字 路前神色稍缓 目光落在女童脸上 这女童脸蛋肉堵堵的 虽然沾了些灰尘 但见他细皮嫩肉 宛如包壳鸡蛋 绝对是娇生惯养的富贵子弟 听到路前的话 三个孩童脸色害怕之色 瞬间减少了许多 那个穿着绫罗绸缎的男童 更是往前一扑 抱着路前的腿 乌碗一声嚎啕大哭起来 他这一哭 那个穿着麻衣的有黑男童 跟着仇爷起来 我叫鹰洛 他叫阿牛 这个爱哭鬼叫李三华 都是他 每次遇到点植麻大的事就哭 惹怒那群凶神恶煞的家伙 害得我们没东西吃 恶肚子听到哭声 女童皱了皱鼻子 轻哼道 声音清脆如猪落玉盘 很是月儿好听 这话一出 那个李三花哭得更大声了 路前深深的看了女童鹰洛一眼 伸手摸了摸腿边李三花的脑袋 但她安抚道 行了 你们安全了 不会再被抓去卖住宰 别哭 你们两个堂堂男子汉 怎么能比一个女孩还胆小 得到路前的抚慰 两个男童哭声渐弱 咦 就在这时 旁边的蓝鸡仙子 惊疑一声 这三个孩童 根骨很不一般 路前文言眉头一皱 伸手抓住李三花的手 以丝钢气探入她的体内 游走一圈 毫无阻碍 这三个人 居然是天通之体 所谓天通之体 指的是先天经脉畅通无阻 没有任何堵塞的神奇体质 这等天才修炼速度 是寻常人的十倍 二十倍 并且天通之体根骨惊奇 很是容易就打通学窍 是百万无一的练武奇才 路前皱着眉头 又在男童阿牛 女童婴乐身上测试了一下 居然都是天通之体 难怪大幽余孽拼了命 都要送这三个孩童出城 若是没有猜错的话 这三个孩童 是大幽余孽准备培养的绝世天才 等他们成长起来 刺杀照玄机 这世上唯有五胜才能打败五胜 吴卿找上干人牙子买白的白丽狂 目的就是为了四处搜罗恋物奇才 路前目中金光闪烁 低头问道 你们三个还记得自己家在哪里吗 爹娘叫什么名字 我 我家在幽州 在一朵好大的云下边 李三花抢先开口 用手笔划了一下 路前眉头一皱 望向阿牛 阿牛咬着下嘴唇 眼珠转动几下 随后抬起头来一脸 气声声道 我不记得了 路前眉头皱得更紧 转头看向英洛 英洛挠了挠头 脚下眼珠乱砖一通 一探手道 哎呀 我也不记得了 这小鬼绝对记得 路前一眼看穿 但此刻刚救出人 也不宜逼得太紧 行 我先带你们回杀水县镇抚丝 你们进马车吧 这披风你们一起盖着 暖和一点说吧 他解下披风 递给三人 多谢大人 英洛学做大人模样 给路前拱手作意 嘻嘻笑着接过披风 随后便拉着阿牛 李三花钻进马车里 神子双 你来将他们送回 镇抚丝路前沉吟了一下 转头喊道 不行 花音刚落 鹰落胖乎乎的脸蛋 从马车里探出来 大人 我们只跟着你 其他人不信 说着 他悄悄捏了捏身旁 李三花的手臂 哇的一声 李三花又嚎啕大哭起来 喊道 大人 你别走 我们好害怕 这次是假哭了 路前眉头一皱 一挥手道 行吧 等一下我忙活完 送你们回去 前辈 劳烦你看着他们 别让他们三个手动就行 可以拦击仙子点点头 坐到马车边沿 体内散发出一股暖意 笼罩周围食照 不一会儿 马车之内响起了 两道沉沉的酣睡声 是那个阿牛 还有李三花打呼噜的声音 他们终究是孩童 才四五岁 一路担惊 受怕 挨饿受动 还要被人吓唬 被人打 这时候终于放松下来 自然很快就入睡了 这时 那个阴落清脆的声音 传了出来 这位漂亮的阿姨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拦击仙子 闻声一愣 转头温柔浅笑 问吧 那个陆大人是个好官吗 好官 拦击仙子 转头望向 正在摸尸体的路前 脑海里 蹦出了一连串的成语 见前眼开 贪财无厌 脸后如墙 颠倒黑白 一拳谋丝 抠门吝啬 嘴臭如毒 感觉想不出一个好词啊 拦击仙子摇了摇头 眸中闪过一抹金光 这位陆大人不是一个好官 但 他 还算是个好人 哦 我知道了 谢谢阿姨 英落甜甜道谢 很快 他的沉稳呼吸声响起 也陷入了沉睡 拦击仙子掀开车帘一看 发现这女童紧簇的眉头 终于抹平 拉着银筹披风当被子 一脸的安心 踏踏踏踏踏踏踏 没过多久 孙黑骑着墨林马 领着一对铜甲捕快 从鹅毛大雪中穿出 停在路前身旁 属下来池 还请大人恕罪 孙黑一跃下马 拱手败道 无妨 这些人都是大忧于念 带回去查明身份 路前收起搜刮来的银票 肃然吩咐道 是 孙黑拱手英士 转身干活去了 看来 明天就得去押 吴清去郡里的镇府寺 路前看着地上的 九具尸体 眉头一紧 吴清被抓的消息 估计已经泄露 得赶紧送走 这个烫手山芋 不然 很有可能有 非天静的大忧于念 前来劫牢救人 第七十四章 路八匹 岂是浪得虚名 非天静高手神出鬼没 不得不防 再加上 行老到已经受了伤 不能跟人动手 路前打定主意 明天就押 吴清去郡里 这时 神子双溜了过来 试探问道 路大人 你真的没事吗 他不是蠢人 这打斗现场的痕迹 根本不像是一个 八壳钢器镜 无者弄出来的 大片大片的 关道青石板炸裂 如此惊人破坏力 起码得四五十壳的 钢器镜高手 才能造成 如此凶猛的激动 路前不死 已经是奇迹了 现在还活蹦乱跳的 这里边很诡异啊 路前斜了他一眼 淡然问道 你活干完了吗 差不多了 神子双点头答道 那就走吧 回程路前说完 转身一飘出去 落到那马车上边 这家伙一定有事瞒着我 神子双不由的心生郁闷 驾 还没等他追过去 路前一声轻贺 驾着马车就往城里跑 神子双 孙黑一行收敛好尸体 紧跟了上来 约摸半个时辰之后 马车停在了镇斧寺大门 到了吗 这就是镇斧寺 好大三颗小脑袋 从马车里钻了出来 瞪得无流大眼 扫视着宛若碉堡一般的镇斧寺 脸上满是好奇 到了路前一手一个 将三人提下马车 这时 行老道裹着厚厚的绒毛大肠 出现在门口 惊到 老陆 这三个小鬼 你从哪里弄回来的 大妖语孽拐卖的小孩 老道 你伤还没好 就别随便出来 跑了路前随口答了一句 皱眉道 说着 他抬步走进镇斧寺 嬴落 阿牛 李三花连忙跟上 寸步不离的紧贴着路前 成了他的三条小尾巴 嗨嗨 我的伤不打紧 咦 你气血虚浮 呼吸之间 微微带有血腥之气 受伤了 谁弄的 行老道神色一领 大妖语孽 吴清的手下 一个神邻居校尾 他的寸镜崩天拳 有点厉害 不过经此一战 我也知道 我有多厉害了 路前倾壳一声 目光锐利如见 听到他这句话 行老道 稍稍放心 那我先去 跟你弄些药材 晚上你进个药狱 好 等一下我过来找你 一起去审一下 那个吴清 路前点头说完 转身静止 走向自己的院落 在身后三个小家伙 一步一驱地跟着 神子双跟了上来 神色复杂道 路大人 你受伤了 真的不用我的疗伤丹药吗 有些钱可以随便拿 有些人情不能随便欠 再说了 你那些丹药 都是上好极品的 几百两黄金一颗 我用了心疼 路前头也不回到 居然是这个原因 神子双顿时无语 哼 算了 你上次不是还欠你 五十两黄金吗 这颗白草丹 算是还给你的 只是我剑云宗 常用的疗伤丹药而已 神子双轻哼一声 从腰间玉带 逃出一个四方小木盒 抛了过来 行 那躲谢了 路前大手一抄 直接接住 打开一看 便见到木盒里 有一颗碧青丹药 跟龙眼盒差不多大 散发着淡淡的药香 的确是剑云宗的白草丹 那你我互不拖欠 去干活吧 你那些卷宗还没卸完呢 路前挥了挥手 直接赶人 神子双一听 美眸立刻瞪大 不敢置信 他这是一片好心 为了屡肝肺 路前就是这么报答他的 让他去干活 连口饭都不给吃 哼 鲁八皮 我先吃个饭 再睡个午觉 绝不帮你写卷宗 最终 看着路前消失在 走廊拐角的身影 神子双摇牙切齿 一脚踢飞一颗石子 转身愤然离去 但睡醒之后 他鬼是神差的来到当暗处 拿起笔 埋头写起了卷宗 这时 路前领着三个小家伙 回到自己的院落 哇 一声吼叫 大黄飞扑出来 吓得三个小鬼惊叫一声 全缩到路前身后去了 路大人 你回来了这时 旁边院门之鸭一声打开 一张青春动人的瓜子 翘脸叹了出来 面带笑意 在他脚边 是他的三岁小女儿 一脸惊讶好奇地 望着路前身后的三个小家伙 我回来了路前点点头 将身后三个小家伙拉了出来 到 我等一下还要出去 这三个小家伙你先帮忙带着 别让他们捣乱就行 好的鸡娘子轻咬红唇 看了三个小家伙一眼 点点头 你们乖乖听话 等我回来 知道吗 路前转头 威严肃道 嘻嘻 大人请放心 我会管好他们的 不会让他们给你添麻烦的 婴落嘻嘻一笑 元气满满的样子 阿牛 李三花也是十分认真的点头 无比乖巧 见此情形 路前神色稍缓 转身直接离去 很快 他就在大牢深处的密室里 见到了被封在水泥棺材 只露出一个光秃秃脑袋的吴清 这吴清被饿了几天 滴水未尽 脸色苍白的如同厉鬼一般 又因为被封在黑暗中太久 被烛光一照 双眼立刻泪如泉涌 路前一开竹灯 不屑冷笑道 吴清 有个好消息 还有一个坏消息 你想听哪一个 路前 是你 你这杀千刀的小贼 不得好死 吴清疯狂眨眼 看清来人模样 顿时气得双眼喷火 咬牙切齿 张口就喷了一口唾沫过来 路前一闪 躲过唾沫 冷横道 居然还不老实 老行 给他再装进棺材里 管他十天八天 嘿嘿 老夫正有此意 行老道阴森森一笑 就准备将棺盖装上 吴清一听 脸色顿时一白 眸中浮现恐惧之色 再棺下去 他不疯掉 估计也得饿死可死 好消息 坏消息 你听哪一个 路前又冷冰冰问道 好消息 吴清不知道路前在搞什么鬼 但也只能咬着后 曹牙回答了一句 好消息是 你的手下 似乎叫张天达的 神林军校尉 帮你把那三个百万 无一的恋武器材 送出了程度前 冷笑道 闻一言 吴清神色一喜 那可是大忧将来 斩杀赵玄机的希望所在 是他好不容易 才搜集到的 这下他终于可以放心了 那坏消息呢 吴清突然想到了什么 嘴角刚裂开的笑容 顿时凝固 呵呵 坏消息是 我追上了他们 一个人把他们全部斩杀 将那三个恋武天才 结了下来 陆前轻哼一声 一字一字吐刀 什么 陆前我要杀了你 吴清一听 双眼顿时煞红 恨不得当场将陆前 生吞活泼 但下一刻 他脸色一变 惊一道 不可能 张天达三十五翘 又修炼了底接内功 底接拳法 底接外功 你区区八翘 怎么可能打得过他 谁说我是八翘的 我早已经打通了二十五个血翘 陆前不屑冷笑 血气一运转 雄浑阳刚的血气 将吴清当场震慑 那也不可能 张天达再加上八个二十多翘的神林军将士 你二十五翘又如何 钢气消耗完毕 你必死无疑 吴清冷哼一声 斩钉截铁道 这世上并没有什么不可能 吴清 你看看 我这个是什么 陆前冷冷笑着 天接神功运转起来 淡淡白光立刻浮现体表 眉心处 一只拇指大小的白蝉印记浮现出来 这 这是白蝉 久蝉不灭金身镜 你居然真的练成了 吴清死死瞪着陆前眉心的白蝉 张大嘴巴 宛若吃傻了一半 脸上满是不可置信的神色 这陆前 居然真的练成了久蝉不灭金身镜 比七十五张 唯有特殊修炼技巧 大忧八百年 天才多如国将之计 但练成久蝉不灭金身镜的 也仅仅是中兴帝 冠军后 护国长老三人 可想而知 这门天接神功是多么高深玄傲 晦涩精妙 寻常人根本难以修炼 能够修成这门神功的 无不是镇骨朔金 镇压一个时代的精士之才 然而 眼前的路前 一个贪婪无厌 卑鄙无耻的萧萧不投 居然修成了这门神功 简直是不可思议 吴清震惊然之鱼 越想越气 心中愤愤不平 脑里只有四个字 天道不公 那种感觉 就像高高在上的女神 仙子 被一个丑陋不堪的乞丐 玷污了一样 凭什么这小子 能够修成久缠不灭金身镜 你生气了 路前站在石棺旁 盯着吴清 嘴角不禁浮现一丝冷笑 哼 小子 你修成久缠不灭金身镜 那又如何 你抓了我 有人会替我报仇的 吴清咬牙切齿 眼中除了怒火 还有杀意 路前一听 连连摇头 步步步步 你想错了 你想想 我现在修成了久缠不灭金身镜 你猜 你们大忧与孽 会不会很好奇 我到底是怎么修成这门功法的 瞬间 吴清瞳孔一说 对了 路前笑了笑 你们大忧与孽得知这个消息 不仅不会杀我 反而会求我 告诉他们修炼这门神功的窍门 听到这一句话 吴清的脸色彻底阴沉下去 咬牙道 你想的美 你就等着被抓起来 言行折磨吧 路前讥讽一笑 你还真是蠢 不仅连头发没有 连脑子也没有 九缠不灭金身镜是无上神功 你们大忧与孽抗衡照玄机的最大仪仗之一 你说 你们大忧与孽为了得到这门神功修炼窍门 是求好 还是将我言行逼问好 这下 吴清彻底脸黑如锅底 被噎得再也说不出话来 好了 我也不跟你废话 我来是想问一下你 那三个恋悟天才 你是从哪里拐来的 打脸装逼之后 路前顿觉神清气爽 素拢问道 吴清阴森森一笑 你来居然想问这个 姐姐 你以为我会告诉呢 做梦吧 我死都 不会告诉你 路前眉头一皱 看来 这家伙是真的什么都不愿意说了 老行 将他封起来吧 明天我押去郡里 李峰那边应该会有手段对付他 路前一摆手 转身走出了地牢密室 很快 行老到搞定之后走了出来 皱眉道 老陆 你真不怕大有鱼 你也抓了你去逼问神功修炼窍门 路前胸友成竹地笑了笑道 当然不怕 因为我吃定他们了 以我的寻常资质 18岁修成神功 他们一定觉得我有特殊的修炼技巧 他们一定十分迫切地想要知道 但是我不告诉他们 他们只能跪在地上求我 行老到还是有些担忧 但以我对他们的了解 他们上来一定会先用酷刑折磨你 这就要靠我随机应变了 你知道我最擅长的就是这个路前自信一笑 嘿嘿 这个老夫倒是信你 你这嘴皮子 把他们拐卖了 他们还会替你数钱呢 行老到嘿嘿一笑 放下心来 行 那你继续疗伤吧 我先去抄百里狂的家路前一百手 走出大牢 找到孙黑 直接召集人手 很快 一起莫里马飞跃而出 直奔百里狂的府邸 这次抄家没有什么惊喜 反而是一堆麻烦 百里狂暗地里干的是人口买卖 但自然有一些是没有卖身器的 路前花了整个下午 才将百里狂手上的卖身器清点出来 然后在一处宅院里救出了一百多个黑户 也就是没有卖身器 估计起码有一半是被抓过来 强行拐带过来的 路前一直忙到大晚上 才将这些人安排妥当 累得勾呛 不过他从百里狂府邸里搜出了十几本秘籍 类似洞玄子三十六首 宿女爵 玄女精 预防秘诀的古术 其中还有一些是经典插头版 路前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 为了避免这种少儿不移的毒物流落在外 毒害黎民百姓 路前唯有牺牲自己 将这些珍藏秘籍封印起来 正所谓既多不牙身 呸 是既多不牙身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用到 忙完之后 路前神色略显疲惫 打到回府 吃过晚饭之后 他去看了一眼婴落那三个小鬼 发现他们跟鸡娘子的小女儿玩得挺开心的 很快 行老道的药材送了过来 还送来了一瓶秘制药油 是大油皇宫皇子专用 专门治疗肺腑内伤 以及骨头裂伤 路前拿着药油 眉头皱了皱 这东西他一个人搞不定了 于是他走出院门 瞧响了旁边鸡娘子的木门 路大人 直压一声 鸡娘子裹着雪白大衣 拉开木门 面露疑惑 我想请你帮个小忙 路前神色平静的 路大人客气了 你是奴家的救命安人 区区一点小事 切身自然帮忙鸡娘子肃然一立 十分认真道 哦 那跟我来吧 路前点点头 转身走回自己院落 鸡娘子愣了一下 脸不轻移 跟着走进路前屋里 进屋之后 他解下大衣 抖掉大衣上的雪花 轻轻放在一旁 随后紧跟着路前 走到后院的石屋 石屋是路前 专门让人气出来的 里边是一个大水池 热气蒸腾 宛如温泉一般 此时 在水池里浸泡着一些药材 水变得有些紫红 空气之中也飘着浓浓的苦药味道 路前直接脱下银甲 那一 鸡娘子无嘴惊呼一声 借着屋内夜明珠的光芒 他看到路前胸膛前青黑一片 是密密麻麻的全印 乍眼一看 无比的恐怖 吓人 然而 路前仿若没事人一般 脉步踏入药水之中 将整个人浸泡下去 没过颈部 但然道 等下我运转功法疗伤 差不多了 我会喊你的 是鸡娘子轻咬嘴唇 点了点头 不知道是不是石屋争气太热 他的翘脸被熏得微微肺红 脚艳 垂手低眸不敢四处乱看 一双白玉嵌手 更是紧紧抓着衣角 约某等了一刻钟的时间 路前睁开双眼 张口吐出了一大团黑色淤血 起身 胸膛前的青黑之色淡了许多 可以了 你过来帮我将这药油涂抹全身 顺便帮我按摩一下吧 这次轻轻揉膜就行 不用太大力路前指了指石尺边放着的药油 恩妻娘子被吃咬着嘴唇 轻轻回答一声 声音若如闻呢 说吧 走了过来 挽起袖子露出血偶玉壁 抓起药油倒了一点在手上 便颤颤巍巍地涂到路前后背 刚一碰到 他玉手下意识地缩了回去 仿若出电一般 脸蛋羞红似嘴 药油也流掉了 路前转头看了一眼 见他小脸发烫 红得低血一般 但他却什么也没说 闭眸运转气血话语 呼 金娘子常常输出一口热气 银牙紧咬着 倒出药油 双眸一闭起 就摁在路前后背 小手便开始暗柔起来 手法很是坚硬 声疏 路前没有说话 独自承受着 顿时食物之中 只有清脆的心跳声 以及屋外呼呼的风雪声 记忆镜之中 透着一股安宁 前边鱼青处 也涂点药油 别指涂后背突然 路前睁开眼 淡淡说道 哇 金娘子一听 娇羞脸上浮现出一丝窘迫 连忙倒出药油 小心翼翼地按涂在路前胸膛 生怕弄疼了他 片刻之后 药油涂抹开来 路前胸膛竟黑于印蛋去 重新变得白玉琉璃一般 伤好了 这药与药油却是给力 路前按点头 转头道 多谢鸡娘子 我伤势好的差不多 接下来 我要洗漱 就不劳烦鸡娘子了 鸡娘子一听 如蒙大赦 奴家告退 陆大人还请早些休息说吧 放下药瓶 低头快步走出了食屋 消失在风雪中 对76张镇府寺幼儿园 鸡娘子走后路前收起药油 穿好衣服 直接进了修炼密室 盘腿坐下 阳刚气血运转起来 整个密室顿时热如轰炉 没心处 白柴印记一闪一闪 明灭暗淡之间 死死清风在密室里凭空生出 营绕周身 天地元气通过天亭窍 化作丝丝钢气 填入深不可测的二十四窍中 钢气肥锁恢复 同时一丝弃筋 游走肉身深处 将那些暗伤进阶修复 这就是久缠不灭金身境的玄妙之处 但凡练武之人 跌打损伤自然是不可避免的 这些暗伤留在肉身深处 积少成多 就会成为隐机 等到了晚年大县来临 蓄气亏虚 这些隐机暗伤爆发出来 会加速人的衰老 死亡 唯有无上神功 或者灵丹妙药 才能修复暗伤 让肉身时刻保持强盛状态 陆前今天与神灵君校尉 全权到肉的护轰 纵使神功护体 胸骨也进阶断裂 五脏六腑也被震伤 进了药玉 涂了药油 再加上神功运转 这才完全恢复过来 等钢气完全恢复 陆前睁开双眸 眸中闪过一道金光 我二十五翘的钢气 雄魂绵长 好如大疆 堪比别人玄间内功五十翘 地间内功四十翘 再加上九蝉不灭 金身近惊人的钢气恢复速度 又能吸收别人内劲打回去 我现在的实力 应该还要更强一点 在窝了窝拳头 六万斤的爆炸力量 磅礴如海 陆前很满意的点点头 他就是靠着九蝉不灭 金身近的特性 硬生生打死了那个校尾 这么一来 他现在十八岁 实力已经堪比六七十岁的舞者 这次舞举应该施拿九稳 不过 这次提升实力耗掉大量侠义指 只剩下八点而已 再看看当前任务 追捕流窜在青阳郡内的 飞天鼠丁山人 剩余时间 三十个时辰 完成任务奖励二十二点侠义指 注意 追捕目标修为 刚气静 十三翘 还剩三十个时辰 明天去到郡里 看看郡里有没有飞天鼠的情报 路前定下主意 闭起双眸 陷入熟睡之中 一日 大雪已久 喊风呼呼 路前推开屋门 便见到院里已经堆起半人高的挨挨厚雪 这么大的雪 估计会造成雪灾 等下走的时候 让孙黑去湿州放凉 免得那些乞丐冻死 路前皱了皱眉 血气轰然爆发 无声无息间 无顶 院里的鸡血飞速融化 仅仅十个呼吸 化作潺潺血水 渗入地里 走出院门 正巧碰见鸡娘子 领着她的女儿 还有英洛三个小家伙过来 嘻嘻 草弥英洛给陆大人请安 女童英洛换上一身白衣 裹得跟粽子一样 脆生生的躬身拜请 她这一栋 旁边的阿牛 李三花连忙有样学样 洛生诺气的给路前行李请安 路前点点头 笑道 你们几个先在这里住下 等一下我会将你们的画像 送到郡里的 大概一个月内 你们的画像就会传到 青阳郡各县 还有四周相邻的郡城 如果你们的亲人看到 自然会寻过来三人一听 神色各异 阿牛是满面喜色 李三花是喜极而泣 唯有那个英洛闷闷不乐 陆大人 你今天不吃早饭了吗 这时 鸡娘子脸蛋红扑扑的 白里透粉 很是诱人 嗯 我不吃了 你带着他们三个吃吧 昨夜辛苦你了 睡得可还好 路前点头微笑问道 这一问 鸡娘子脸蛋更加通红 低头懦懦道 卢家睡得还好 话音刚落 拉着他玉手的小女儿 便抬头 大大的眼睛里 是小小的疑惑 娘 你昨夜不是睡不着吗 像条菜青虫一样拱来拱去的刷 鸡娘子脖子上烧起一片红霞 直接红到耳根 好似要低血一般 见刺 路前哑然失笑 转身摇头离去 没走多远 他便见到一脸精神不振 再打哈欠的神子双 咦 英洛 阿牛 李三花 鸡娘子的女儿 还有这个智商不足七岁的神子双 我这振抚丝成幼儿园了 路前愣了一下 属下拜见路大人 这时 神子双也看到了路前 双眸一亮 一蹦一跳就跃了过来 嗯 免利免利路前上下打亮了神子双一眼 神色有点怪异 路大人 你今日要去军里吗 我不用去 神子双试探问道 嗯 今天你放假 免得你天天在背后骂我路 拔皮路前神色恢复正常 请哼一声 听闻此言 神子双吐了吐舌头 心里还是觉得有点奇怪 这路前今天怎么这么大方 居然放他的家 不过也好 正好借此机会 逛一下这沙水线 路前也懒得理他的小心思 出了镇斧司门 召集人手 将封着无清的棺材 抬进马车 准备出发 大人 还有什么吩咐吗 镇斧司大门前 孙黑走了过来 绷手问道 嗯 有两件事路前点点头 第一 天降大雪 或成灾祸 有些乞丐可能会冻死饿死 你让人加紧巡逻 顺便师周放两 第二 你在四处城门口贴一张告示 属下记住了 等下就这手去安排 告示的内容是 孙黑肃然点头 问道 出售拍卖谢安平 周洪元 百里狂的家产 路前淡淡吐出一句话 这让孙黑还有旁边的正茶 七天下 苗高硕三人微微一震 他们本以为路前会直接吞掉这些家产 没想到居然会拍卖出去 难道是想直接换成银两 装入自己的口袋 这时 路前又说道 在告示最后再加一句 这次拍卖所得 进阶用于沙水 何元 飞云三线铁牛飞车建造 属下明白了 孙黑霜目大亮 精神一震 他早就听说铁牛飞车了 那是数十个大铁箱连起来 行似无功的铁车 以人力推转前进 在铁轨之上飞速奔驰 速度不下于莫林马 若是沙水 何元 飞云三线建起一条铁牛飞车路 出行运货都会方便许多 那我走了 有事去找行老道 我的印章也在他那里 路前拍了拍孙黑的肩膀 转身一跃上马 随着他一声令下 莫林马飞奔起来 几下功夫 就消失在大雪之中 出了城门 路前一行在官道上 肆意狂奔起来 力图在中午之前到达郡城 将吴清交给李峰 这时 郑察骑马跟了上来 拱手问道 路大人 这铁牛飞车路确实是好 但建起来 却是费钱又费力 你这为的是什么 为了赚钱 他确实很好奇 来杀水县的这几日 路前给他印象最深 心机过人 算无一策 简直聪明到令人发指 但也见识到 路前的贪财 同样令人发指 难道这铁牛飞车路 还能赚大钱不成 路前听到他的疑问 笑了笑 道 赚不赚钱 我不知道 但其实也不重要 郑大人如果有关注 京城方面的消息 就应该知道 自铁牛飞车现实以来 以京城为中心 向着四周扑出去 密集城网 正所谓 十军之路 单军之忧 陛下想要做的事情 我这做臣子的 自然也要出力 正查文言 瞳孔一缩 浑身一震 居然是因为这个 这时 他终于明白 为什么路前 是李峰的心腹 连星河破纲拳 都传授给他了 光是这一份远见 这一份八俏玲珑之心 不传给他传给谁 陆大人厉害 老夫佩服 佩服 日后有空的话 不妨来老夫府上 坐一坐 老夫有个外孙女 如花似玉 早就听闻 陆大人的威名 心生仰慕了 正查拱了拱手 心中生出惊叹钦佩 哈哈一笑道 金林岂是池中雾 一遇风云变化龙 在他看来 路前就是那条 头角争戎的金林 那些世家弟子 根本比不上 对于正查的好意 路前点点头 硬了下来 他十八岁了 在这大选 也该成家立士 不然 天天夜里去敲寡妇们 很容易那道门就不关了 等他进去呢 至于神子双 路前摇摇头 表示对幼儿园小朋友 智商的女人不感兴趣 第七十七章 荡进天下不平式 一路奔袭 并无意外 终于 路前一行 在晌午前赶到了郡里的镇府寺 李峰听到他的到来 直接出门迎接 依旧是一身银衣 精神绝朔 灭光红润 完全不似一个接近两百岁的老头 属下拜见李大人 路前飞身下马 拱手便拜 路前你哪用得着 跟老夫这么客气 李峰哈哈大笑 浮起路前 目中闪过一道金光 一 识别三日当刮目相待 你这小子 精气之强壮雄昏 出乎老夫的意料之外 他是飞天镜高手 一眼就察觉出路前的不同 属下另有其余 耿下便跟大人禀报 路前笑了笑 心里暗暗点头 神功就是神功 飞天镜高手 居然也看不透他的真正实力 不愧是天机功法 很好 我们进去再说 李峰神色一西异 拉着路前走入镇府寺 郑塔齐天下 苗高手三人 躺起那水泥棺材 跟了过来 很快 一行四人来到一处 守卫深沿的客厅 砰的一声 郑塔随手将水泥棺材 扔到地上 轻轻一拍 棺盖碎裂 显露出无清的脑袋 李峰走过来一瞧 打散一声 果然是大游神 邻君无庆 路前 这次你立了大功 我一定在密报之中 写明你的功劳 替你向陛下邀功 嗨嗨 大人 这次我还惹了一点 小麻烦路前 拱拱手 轻描淡写道 什么小麻烦 十七皇子顿时 李峰神色一速 回了回首 正查 七天下三人见死 拱拱手 扛着无清离开客厅 顺带关上了门 说吧 究竟是怎么回事 李峰坐到一张子木椅 一脸的凝重 路前点点头 便将谢安平的事 简单说了一遍 这下事真麻烦了 李峰抿了一口茶 肃然道 十七皇子的生母 禅贵妃 是玄皇宗一脉 最大的势力之一 十七皇子 纵使不出手对付你 但下面的人 为了揣摩迎上 也会给你下半子 比武官直视小 最怕秋后算账 你很有可能丢命 路前若无其事笑道 所以我炼成了一门神功 保命李峰茶喝到一半 听到路前的话 愣了一下 什么神功 路前淡淡的吐出一句话 天接神功 久缠不灭 金身镜 呼 此话一出 李峰手中的茶杯 直接抓成鸡粉 一口热茶喷了出来 路前似乎早有所料 身形一闪 横移三尺 躲过迎面喷来的茶水 什么神功 你再说一遍 李峰瞪大眼睛 死死瞪着路前 天接神功 八百年前大罗斯的 阵似绝学 久缠不灭 金身镜 路前一字一字打倒 路前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李峰擦了擦嘴边的茶水 微微歪头 静意问道 显然是不相信路前的话 天接神功是什么概念 可以说 整个青阳郡 三千七百万人 都找不到一个人 能够修炼成功 更何况是 久缠不灭 金身镜 这门霸道 玄奥的绝世神功 再说了 路前什么底子 资质他最清楚 除了刀法上 有些天赋之外 根骨还勉强过得去 是断断不可能 修成天接神功的 这时 路前没有说话 只是静静的运起神功 浑身亮起白金光芒 没心处 白光闪耀 一只白蝉印记浮现出来 与此同时 一缕清风在他身边凭空生成 营绕旋转 不到片刻的功夫 路前周身就出现了一个小旋风 刷 目睹这一幕 李峰脸色巨变 瞳孔缩成一道竖线 鬼魅一闪 仿若顺一般出现在路前身前 大手一下子抓了下来 愣在眉心处 片刻之后 他面露骇然之色 收回了手 倒吸一口冷气 元气漩涡 倒半入体 没有白蝉 你开了天挺翘 你真修成久蝉不灭 金身镜 这一句话声音都有些颤动 可见其内心极度的震惊 这又是另外一段故事了 路前笑着点头 收起钢器 将自己得来虎闻印章 遇到白虎女子 被种下恋心骨的事情 说了一遍 李峰听闻 神色无比复杂 最后叹了一句 老夫真没想到 短短几天 你这人生经历 竟如此精彩 简直宛如 说书人口中的神话故事一般 随后 他用一种看怪物的眼神 看着路前 又问道 不过 你真的修成了 久缠不灭金身镜 还独自一人 打死八个二十桥的 神灵军将士 紧接着又打死一个 三十五桥的神灵军校尾 是的 路前点点头 李峰为言 神色感慨 看着路前无比惊叹 沉默了树西 他开口又再次问道 你真修成久缠 不灭金身镜 是的 路前面无表情答道 李峰仰天感慨一声 撵着河下短须沉吟请客 又开口道 路前 你真的修成了一门天机神功 大罗斯的镇派绝学 久缠不灭金身镜 这货是复读机吗 路前只勾勾的盯着李峰 久久才吐出两个字 是的 李峰仰天悠悠长叹一声 刚要开口 路前神色一冷 立刻打断道 李大人 我 路前 游逼 真修成天阶神功了 没错 就是绝世一等一的无上神功 拳打剑云宗宗主 脚踢飞天关关主 坐得白月流光山山主 下不了床的久缠不灭金身镜 李峰一听轻咳了一声 连忙说道 路前 这话可别乱说 有人会找你麻烦的 说吧 他直勾勾盯着路前 眸中金光闪烁 不知在想些什么 路前静静等着 并没有开口说话 听诸陷入了一时的寂静 片刻之后 李峰指的是旁边的椅子 和爱一笑道 坐吧 路前点点头 坐了过去 李峰也坐回主位上 笑道 路前 当年你拦路资荐 给我戴了一顶高帽 我看你人聪明伶俐 便让你进来镇抚思 一路看着你长大 一直是把你当做半个羊子 你的确也很聪明 帮了不少忙 不过现在 你身怀天阶神功 这消息一传出去 你便身不由己 你明白了 我明白 李大人想帮我安排一条路 然后陛下得知此事 也会替我定下一条路 路前回答道 你说的不错 但关键是 你想走哪一条路 李峰目光锐利起来 我的打算 自然是将你安排在镇抚思 为我左膀右臂 但陛下 应该会将你接到京城 你会成为玉林军的一员 最终 说不定会娶一个公主 跪为驸马 走上人生巅峰 说到这 李峰笑了笑 但也有可能死在 黄泉斗争之中 路前皱眉道 不错 你看得很清楚 木秀于林 风必摧之 你身为大选第一个 也是唯一一个 十八岁的爵士天才 修成天阶神功 你将万人瞩目 但欲待皇冠必成其中 你也将受到鸣枪案件 流言飞语 老夫可以断言 你一定进了京城 十有八九活不到成为 飞天境高手那一天 说不定 你会某天被人发现 死在京城某个角落的 臭水区里 李峰说完 某中闪过一丝黯然 似乎回忆起什么伤心往事 听到这一番话 路前皱紧眉头 缓缓转动着 左手拇指上的碧玉斑指 陷入了沉思 很快 他双眸一亮 拱手败道 李大人 我想留在镇府司 步步高升 哦 为何 李峰脸上浮现出一丝喜色 一来 是报当年大人赏识之恩 路前神色一冷 你眼道 二则 我要凭我手中三尺清风 荡尽天下不平之势 这一句话 斩钉截铁 掷地有声 镇得李峰双目大量 好 好一句 荡尽天下不平之势 李峰轻贺一声 抬转起 老夫这就为你选密信 三千里夹急送入京城 为你谋一道护身符 说吧 他身形一闪 刮起一阵狂风 来到大厅角落的书桌 执笔沾末 铁画银钩 飞速转写起来 被七十八张李峰的麻烦 碰 紫红观印盖上 金漆蜜蜂 来人 李峰大喝一声 直压 客厅大门被推开 一个身穿银甲的 精壮大汉走进来 拱手一败 速将此信送入京城 三千里夹急 不得有误 李峰肃然命令道 是 精壮大汉 文言神色易紧 双手恭敬接过密信 放入怀中 转身走出大厅 关上大门 路前也有些惊讶 三千里夹急 是大选最高级别的文书传送 有关道的地方 骑墨林马 没有关道的地方 直接让飞天境高手 横掠山外大河 披星带月赶路 这么一来的话 这封密报 大概十天半个月 就可以到京城 出现在大玄皇帝 赵玄机的暗渡上 路前 你便放心吧 老夫已经以性命做担保 为你请了一道护身符 如无意外的话 陛下会赏赐一件 飞鱼豆腐给你 有这一件 飞鱼豆腐护身 十七皇子的人 不会动你的 李峰目露精光 自信满满道 路前一听 神色肃然一败 路前多谢李大人 救命这 飞鱼豆腐 类似黄马挂的存在 大玄立国二十多年 也总共才赏出去 三百四十二件 拥有一件 那就是龙奔护照 光宗耀祖的荣誉 若是真得了 这一件飞鱼豆腐的赏赐 十七皇子 还真不敢轻易动它 更别说什么俊手了 不过 飞鱼豆腐 还不是最厉害的 更厉害的 还有特蛇豆腐 麒麟豆腐 特蛇豆腐赏赐的 都是当年丛隆有功 立下赫赫战功的强者 也才送出去五十件 麒麟豆腐更少 就仅仅有三人得赐圣恩 你留在镇斧司 就是对老夫最好报答 李峰哈哈一笑 花锋一转 不过你这九禅不灭金身禁的修炼法门 终究还是要交出去的 你要有这个心理准备路前文言一百首 没有半点不舍 无妨 这神功我也会交出去 谁能修炼就给谁修炼 这天阶功法太过玄傲 没有系统外挂 恐怕他穷极一生也修炼不出来 八百年下来 也才三个人修炼成功 交出去也不用怕将来有人用这门神功来对付他 再说赵玄界不是小气的帝皇 他得了九禅不灭金身禁 自然也会给点额外的赏赐 你能这么想 老夫也就放心了 不过 你的神功玄妙 终究还是难以隐藏 得先找个办法遮掩一下 免得那大幽语 你也听到消息 找上门来 李峰皱了皱眉头 陷入沉思 电课之后 他目光一闪 道 玄黄宗有一门地阶上品的内功 受为玄黄归身大法 炼成之后也是金刚不坏 神力无穷 日后有人问起 你就说自己修炼的是这门神功吧 玄黄归身大法 也好 路前点点头 直接硬了下来 那么 你现在的实力究竟如何 李峰目录金光 盯着路前问道 路前笑了笑 大约相当于玄阶内功 五十俏 地阶内功 似是俏 李峰一听 开怀大笑道 这一下好了 老夫终于可以出一口恶气了 路前不由地挑了挑眉 这时 李峰一拍桌子 冷哼一声道 你也知道 这青州有五大世家 分别是姓韩 方 柳 远 曹 这五大千年世家在立国之时 出了一点力 势力日渐壮大 镇斧司刚设立之时 他们就塞了不少人进来 偏偏这些家伙 占着一堆位置不办事 不然 老夫也不至于让你们九个入身境巅峰来当手下 分管二十八线原来如此啊 路前一只奇怪 偌大一个镇斧司 居然找不出钢气镜的舞者来当县里的捕头 居然还有这么一个原因 随即 他转念一想 皱眉道 那些世家弟子为什么不愿意来当捕头 哼 那些世家弟子都在准备舞举 当捕头是多又累 根本没有多少时间修炼 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李峰神色阴冷道 不是嫌麻烦 那就是 路前似乎想到了什么 没错 那些世家弟子 就是嫌八瓶捕头掉价 是身份 根本瞧不起这八瓶捕头 李峰一拍桌子 脸上浮现出一丝怒气 路前沉默了 也是 身为世家弟子 一来在准备舞举 二来捕头这官职说出来也不够响亮 不愿意来当捕头也正常 敢问李大人 他们站着位置是 路前皱眉问道 他还真没有多留意 俊李镇斧司的情况 毕竟 他的靠山是李峰 是镇斧司里最大的头头 没想到李峰这个头头 还有这种麻烦 开春之后 三年一次的舞举即将进行 镇斧司有108个名额 可以植入周市 根本无需经过郡里的服饰 这下你明白 他们站的是什么位置吧 李峰越说越是愤怒 路前的脸色也刷得一下 冷了下来 他也是要参加舞举的 现在镇斧司居然有这种福利 那岂不是说他的位置要有可能被挤掉 这舞举可是关乎他日后的躺着赚钱计划 这时 李峰又冷横道 原本我想让你打磨几年 再去参加舞举 现在你实力强劲 自然送你去周市 青州36郡 108人 也就是每个郡三个名额 然而青阳郡镇斧司里就塞了一百多个世家弟子 都排着队等着那三个名额 这要排队的话 路前估计得排到三十年后 黄瓜菜都凉了 所以要打架吗 路前填来填嘴唇 双目放光 没错 给我狠狠揍他们 等一下 我召集他们过来 你有多嚣张就多嚣张 总之 将他们踩到地上 这样 你才能名正言顺的站到一个名额 李峰蹭了一下站起来 目光锐利如鹰 没问题 这个我最擅长了路前嘴角一勾 血液开始沸腾 常言道 身怀利器 杀心自棋 他现在身怀神功 力量很膨胀 很想找人打架 现在这群世家弟子送上门来 他自然是打个痛快 再说了 电视之中强者如云 他正好提前用这群世家弟子练练手 好 那老夫现在就传令叫人 李峰也有些迫不及待了 当即他大喝一声 传人进来 来人传我命令 召集镇抚私所有银牌捕头 是 门外将士领命而去 这时路前拱手道 大人 我有一件案子 需要尽快找到飞天蜀丁山人 不知道郡里可有只江阳大道的消息情报 飞天蜀丁山人 李峰文言微微一愣 皱眉思索片刻 这等小角色老夫还真没有留意 等下我去问问还有别的事情吗 有点 我想向大人讨要几颗突破钢气净的丹药 给我那个手下孙黑 路前点头说道 这也没有问题 我多批几颗丹药给你 李峰很爽快的大手一回道 路前替孙黑多谢大人 路前拱手再度败谢 你我之间不用如此多理 正巧 还有一点时间 你的星河破钢拳修炼的如何了 第二层 什么 李峰双眼一瞪 震惊当场 你不仅修成了天阶神功 还将星河破钢拳修炼到第二层 是的 路前点点头 花落 一拳轰出 如星河滔滔冲刷而出 气势之惊人 无可匹敌 空气都被打出一个拳头形状的空气泡 四 李峰见此 无比震惊 深深的看了路前一眼 我知道你有秘密 不过这都不是什么事 来 既然你修成第二层 那我就传你第三层的修炼诀窍 看好了 说吧 李峰一步踏出 权位置 一股压迫已经笼罩过来 权益 星河破钢拳 第三层 居然能够修炼出权益 路前邓氏一惊 全神贯注 开始观看起来 与此同时 一个个银牌捕头接到命令 都开始赶往镇抚思 其中就有一个阴寿老者 赫然是路前的老对头 薛捕头 薛书第79章静静看着你装逼 一个时辰之后 镇抚思练武场 站立了数百名银牌捕头 这些人各个站立如枪 血气旺盛 气息巍峨 据是钢气静武者 如此之多钢气静武者几句 天上飘下的鹅毛大雪 还没落地 就直接融化成物 再细看一眼 隐约之间 这数百人分成了三个团体 那些自有一番气度 谈吐颇有礼仪的 似乎是世家弟子 大约一百八十人 另一边则是正察 齐天下 苗高说这样的 面带煞气 目光冷漠咄咄逼人 约莫五十人 剩下那二三十人 则是面带傲逸 高人一等的样子 三群人之间如惊未分明 互不干扰 很快 路前也走进练武场 正察几人一看 雷芒仰了仰手 路前面露笑容 一步蹿跃过去 朝三人微微拱手 来来来 诸位 这位便是 李峰大人气重的 路前正察笑着 向四周介绍了一番 众人也都对 路前点点头 有好一笑 他们早就听说 这位路前天赋惊人 十八岁便突破刚气境 可谓是年轻有为 前途无量 一番寒暄之后 路前也差不多认完人 心中暗暗点头 看来 他们都是李峰的心腹 来历很复杂 有小门派出身的 有寒门子弟 也有江湖散修 那边眼睛长在额头上 谁也瞧不起的是那边的人 路前目光一转 望向另一边 神色巨傲的阴家不快 那些都是玄黄宗出身的人 被发配到镇府司 自然是高人一等 正差冷笑一声 抬手一直左边 这些就是世家弟子 世家也分三六九等 小的世家三百年 大的世家五百年 更古老的世家千年不灭 你看 那个精气异常惊人的少年 就是五大世家之一 方家的天才 方云顺着目光望去 路前不禁眉头一条 在世家弟子里 有一个身高八尺 面容冷俊 俊逸不凡的年轻人 羽毛二十一二岁 被不少人重心拱月斑围着 听说方公子已经打通 第三十个窍 简直惊世骇俗 看来周氏第一名 非方公子莫属了 林公子说的不错 方公子才二十岁 三十个窍 又身怀递接上品内功 这周氏小武状元 定然是囊中之物 唾手可得 说不定还能在电视之中 大放光彩 赢得陛下赏识呢 方公子 明天我与周兄几个 准备去踢馆 不知你有没有空 一同前往 听到这些吹捧 那个方云只是淡淡的点点头 说道 诸位客气了 明日我与寒家小姐 切磋武器 是是我新炼城的 地阶剑法 实在没空此话一处 周围之人皆是一阵 地阶剑法 莫非是方家祖传的 星月蝴蝶剑 有人惊叹到 方云点点头 没有说话 顿时 四周响起一片 稻息冷气的声音 望向方云的目光 饱寒敬畏 钦佩 嘖嘖 地阶上品 内功在身 三十俏一开 又练成地阶剑法 是问谁还能是方公子敌手 这次方家又要出一鸣武炭花了 旁人艳羡道 天下英才如果将之计 这武炭花在下不敢说十拿九稳 但武进士却是胸有成竹 方云傲然道 这一句话 顿时又让四周之人连连吹捧 路前就静静地看着他装逼 摇了摇头 这时在世家子弟中 一道阴狠如蛇的目光穿过人群 钉在路前身上 自然是个阴寿老者 正是那个被小姐带了翡翠玉冠的薛捕头 薛书 莫公子 那人便是路前 薛书阴森森地对旁边一个高壮大汉道 高壮大汉面容粗犷 长眉如见 好似战场上的将军 透着一股一往无前的锐气 他就是路前 高壮大汉眯了眯眼 冷横道 行 我等下就帮你出一口气 狠狠落他的脸面 多谢莫公子 薛书一听 神思大喜 眸中闪过一道狠立之色 下一刻 他嘴角勾起一抹音效 深呼一口气 道 哟 这不是爵士天才路前吗 18岁就突破刚气境 好生威风 听说你自诩镇斧斯第一天才 根本不将其他人放在眼里 声音无比响亮 瞬间传遍整个练舞场 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吸引了过来 谁是路前 扑兹 18岁在突破刚气 镇斧斯第一天才 方公子都没出生呢 是哪个这么不要脸 爵士天才在哪呢 让我瞧一眼 看看是个什么 不知天高地厚的货色 无数道锐利目光射过来 冷漠 激讽 比 看好戏的 无一而是 在众人目光注视下 路前胆然一笑 撇了薛书一眼 原来是你呀 这声音我还以为是哪个 龟公混进来我们镇斧斯了 你娘亲可还健在 咦 你居然也突破了刚气镜 还真是出人意料啊 莫非是你那小妾又给你带了 几顶翡翠绿帽 你得知之后 兴奋过度直接突破了 那还真是恭喜啊 此话一出 薛书气的脸色顿时涨红 双眼喷火 粗笔 一道淡淡的声音响起 房云投来鄙夷不屑目光 给人一种耻语微物的感觉 路前转头不屑一笑 呵呵 你爹当年若不是粗笔下流的话 你娘哪能生出你这龟儿子 不过你是不是你爹的种 还不一定呢 回去记得问问你娘 看他是不是什么时候 跟一些家庭护院 乞丐野狗交流过 哗 顿时 全场哗然 中阶震惊侧目 房云当场被气得血气爆发 浑身冒起红光 双眼瞪打如狼 好似要吃人的洪荒巨兽一般 杀意冲天 站在路前身旁的郑茶等人 连连退后几步 免得吸引火力 隐藏在暗处准备看好戏的李峰 也不禁瞠目结舌 暗暗惊叹 这小子嘴是真的臭真的毒 他活到现在还没被人打死 真是一个奇迹 大胆 放肆 竟然如此侮辱房公子 这时 不少人大意凛然的出声呵斥 路前顿时成为众矢之地 目睹这一幕 那个薛书阴侧侧一笑 得罪了房云 这次路前绝对没有好果的事 于是 他小声对旁边的高壮大汉 道了一声 高壮大汉一步如见 站到场中 对路前道 路前是吧 听说你不久前就突破钢气经 想来手上功夫也不错 真巧 李大人还没有来 我们等着无聊 不如来玩个小游戏 看看你手上功夫 是不是跟你嘴巴一样厉害 方公子 你觉得如何 乐意至极 只不过就怕某个胆小如鼠 嘴臭如粪坑的家伙 不敢应战 房云目光眯了眯 寒意森森 好啊 路前当场答应 神秘一笑 不过 我向来不玩没有赌注的游戏 就不知道你们敢不敢赌 赌注 听到路前信心十足的话 众人皆是眉头一皱 好 我跟你堵着一把流行剑 方云神色冰冷 猛的一把腰间长剑 耍 长剑出鞘 如月出云 透着一股射人心神的清冷 在剑身之上 闻刻着星星点点的剑纹 很是精致 剑锋森寒 一看就是削铁如泥的锐利 这把流行剑 乃是我族中祖传宝剑 三尺后金刚一剑斩断 价值万金 你拿什么来跟我赌 方云持着宝剑冷冷盯着路前 目光透着不屑 要不你输了的话 给我当三个月奴才 你敢吗 第八十章想叫我认输 三个月的奴才 众人听到方云口中吐的话 都知道此刻他是气到了极点 哪知道路前只是淡然一笑 轻飘飘的掏出一打金票 扬了扬 万金而已 谁拿不出来 我跟你赌了 众人顿时侧目 微微惊讶 方云眉头皱了皱 目光依旧寒冷 这时路前转头望向场中的高壮大汉 你又是哪根葱 居然跟薛叔这等喜欢戴翡翠绿帽的家伙混一起 话出 薛叔勃然大怒 贺道 路前 你别血口喷人 谁喜欢戴绿帽了 他可还想着在青阳郡里婚呢 这帽子可不能万代 路前痴笑一声 我怎么知道 反正我没有小妾 也没被小妾带过绿帽 呼呼呼 这下 薛叔是咬牙切齿 双眼喷火 手握着腰刀 恨不得当场抽出 劈死路前这哑的 路前 别废话了 此时 场中的高壮大汉见没一条 沉声道 我是墨家墨志天 既然你想赌 那我也跟你奉陪到底 说吧 将拇指上的沁血扳指摘下 这是纯正的云血鱼 花纹如流云 佩戴久了 能安婚宁神 同样价值万斤 不是你手上那等 蜂拥富雅的 普通翠玉班纸可比的 墨志天 转着血红班纸 直接嘲讽一番 一旁的薛书阴阳怪气的笑道 墨公子 你也别难为这路前 这路前 孤儿一个 没爹养 没娘娇 只知道 事情的粗言晦语 哪知道什么是 风雅底蕴 他知道两个大字 就算不错了 此话一出 立刻有世家弟子 轰笑起来 路前神色一冷 盯了薛书一眼 冷横道 你们的宝剑 班纸的确不错 不过等下他们 就是我的了 好大的口气 听到他的话 方云走出场中 傲视路前 堵住已经定下 说吧 你要比什么 任你挑 路前缓步走出 冷眼对视 听说你们世家弟子 精通六亿 那么 我们就来玩个射箭的游戏 射箭 方云 墨至天 皱了皱眉 当然 普通的射箭 根本没意思 要玩 就玩高难度的 路前冷笑一声 一跃飞出 来到练武场一角 大手一抓 一个重达三尖筋 高四米的白石剑把 就被随手抓起 放到场中 随后 他来来回回 一共抓了十个十把 每个一仗放一个 抬成笔直的一列 众人目睹这一幕 都大概猜到了 他的打算 十个十把 谁射的准 射的多 谁就赢 如何 路前拍了拍手 略微挑衅的扫了方云二人一眼 哼 我等着拿你的一万两金票 方云冷哼一声 胸有成竹 区区十个剑把 还能难住我墨至天 简直笑话 墨至天目光锐利 同样很有信心 这时 路前四孝飞笑道 话别说的那么慢 我还没说在哪里射呢 众人微微愣了一下 下一刻 路前抬手一指 众人顺着他手指望去 不由的脸色未变 那是四里之外的一座七层高的阁楼 而路前指的赫然就是阁楼的顶尖 此时虽然是下午 但依旧大雪纷飞 狂风呼呼 站在四里之外七层高的阁楼顶射箭 还要射中把心 这确实很有难度 不 对于方云他们来说 几乎是不可能做到 路前 输不起就输不起 你何必耍这点小心机呢 学书阴策策的冷笑道 你弄这个出来 谁都办不到 不就是想弄成平局 则老夫还真以为你真有胆破 没想到就只是嘴巴厉害 真叫人瞧不起 此话一出 立刻有世家弟子附和 没错 你若真堂堂正正的比一场 我倒高看你一眼 没想到你居然如此 说不起他就是个孤儿 估计眼里只有钱 没有信义 算了算了 何必跟他这么一个小人计较 平白拉定我们的身份 如此无耻之人 简直是可笑 太可笑了 听到这些嘲讽话语 路前淡然一笑 不屑一顾 这些人 连做他对手的资格都没有 我镇腐丝好久没有这么热闹过了 就在这时 一声清朗大笑传来 李峰一身淫逸 从天而降 随着他出现的 还有一位白衣中年人 风度翩翩 摇着一把紫玉折扇 风度翩翩 拜见李大人 拜见郡守大人 众人一看 连忙肃然行礼 路前眉头一条 原来这位白面无须的中年人 就是青阳郡军守 还真是有点出人意料 好了 诸位免礼 既然好戏已经开场 那老夫也下个住吧 李峰一步顺移 出现在第十个十八旁 掏出一盒丹药放下 这是陛下赏赐给镇府寺的十项丹 扶之增加十项之力 也就是两万斤的力气 我压路前能够射到这个位置 这一句话 让在场人一惊 又顿时面露喜色 既然李大人白送福利 那本官便收下了 本官这同样有一盒龙象丹 我压方云 木之天也能射到这个位置 白衣骏手慢悠悠摇着扇子 一下飘出去 同样在第十个剑把旁 放下一个玉盒 又一盒十项丹 有人盯着玉盒 双目放着绿光 如同恶狼见到了羔羊 拿弓箭来 开始吧 李峰神秘一笑 一声令下 立刻有人搬来赤红巨宫 宫身之上闻有火焰蛟龙 看上去很是威武霸气 血骄弓 此弓乃是海中精骄的大金为弓弦 弓身是法向外景镜高手炼制而成 乃是二十万斤力气的神弓 等拉满此弓 才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钢气镜高手 我先先愁了 墨指天看到俊手到来 神色兴奋 早就跃跃于世 大手一抓 提弓飞身处去 几下其落 他就跳上阁楼 稳稳站在七成高的阁楼金顶上 显露出精妙高深的身法 呼呼呼 狂风呼啸 风雪吹眼 呵 墨指天大喝一声 浑身阳刚血气爆发 身上金光一闪 猛的弯腰做马 后仰拉弓搭剑 威武如天神下凡 随着他脸色越长越红 浑身金光赤胜如日 显然是爆发了十二成的力量 然而 血骄弓也只拉了七成满 崩 一声弓弦乍响 空气暴明 黑色利剑击射而出 宛如一道闪电 穿破空间的限制 轰然击中第一座石把 扑扑扑 利剑洞穿九个石把 最终擦着第十个石把的边边 飞射出去 掉落地上 好 血叔当场排长叫好 众人也暗暗点头 刚才那一剑穿云破日 精准十足 可见末至天的修为 剑技都达到一个超人的水准 两位大人 晚辈献丑了 莫至天飞跃回来 落到场中 拱手便败 神色之中透出思思傲益 这一剑他相当满意 简直是超水准发挥 若能精神猛进 尽是可欺白衣俊手汗手一笑 点评道 晚辈定然努力 莫至天眉言 神色顿喜 再度拱手败谢 起身望向路前的目光之中 透着思思蔑视 我来试一试这时 防云抓弓 几下纵月 登顶阁楼之上 同样的爆发血气 提表浮现出暗金色的钢气 流转到双手之上 弓弦一点一点拉开 最终 居然拉开了九成满 屏住呼吸 三膝之后 手猛的一放 咻 长空笑响 剑如星光划过苍穹 快到突破了时间距离的限制 眼球险些捕捉不到剑的轨迹 几乎在一瞬间 菩萨一声响起 黑色利剑穿破十个石把之后 飞出一百余米 才堪堪掉落下来 众人定眼望去 不由得一惊 前八个石把把 新处有一个拇指搭的小孔 第九个石把偏离了一丝 第十个石把偏离了半个巴掌 高下立判 顿时 世家弟子进阶喝彩 莫至天脸上笑容一致 有些难看 很好 比你父亲当年在电视演示剑机的时候还要厉害 军手面露满意笑容 开口称赞道 多谢军手称赞 父亲当年只不过是有些紧张 失了水准 我是万万比不上的 飞射回来的方云拱手道谢 随即 他抬手 目光一转 落到路前身上 冷到 你是直接认输 还是丢光脸面再认输 我来打词 打词 找